回答就是,婚姻中有些时候患就这样 就觉得很痛苦,很不开心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们想修补婚姻 需要你跟你的配偶 坐下来 沟通 你说我上了厌务室的课 他说,我知道婚姻的重要性 我很想建立这个婚姻 你想不想我们婚姻更开心呢? 如果他是信主的,就可以说 你想不想神喜悦我们的婚姻呢? 好不好? 他说,好了 然后说的时候很重要 不要批评 不要批评,不要说你犯旧账 这样的话 他就说,没有啊 是你啊,不是我啊 因为凡是批评,后果是反攻 所以怎样说呢? 好了,我们两个人都有犯错 以前犯错 首先可以讲其他东西的 我们怎样沟通更好啊 我们可不可以更多分享自己发生的事情啊 关于这方面我想说更多啊 有五样事情可以分享的 你可以写下来啊 因为有些人说,我不知道分享什么 沟通什么 这五点很重要 对于我们的沟通和了解自己很重要 第一 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行动 例如 我今天去做什么,买什么 为什么我今天回来这么迟 因为我有什么要做 就是告诉对方我做什么 例如有些时候是这样的 这个老公坐在那里 好像没有兴趣听你说话 他可能是怎么样呢? 他昨天睡得不好,很累 但其实他只要说一句 我昨天很累,所以我今天没有力量谈话了 让我安静一下好不好 这样他说出来就可以了 但很多丈夫不愿意说的 这个是说我做什么 然后第一,我做什么 第二,我们做什么 我们的看到,听到 身体感受的东西 例如听到 或者是觉得很热 觉得很冷 不舒服 所有身体的感受 见到 例如 我见到你今天,为什么我很开心 这个我见到 为什么这个见到 听到很重要呢? 我听到你刚才说 你很担心你的工作 我听到 我听到 说出来 因为这个听到 而且我留意到你讲的时候 你的情绪有些不好 你有些中担 好像你皱眉头 或者是你是不是有不开心呢? 我看到你皱眉头 是不是有些不开心的事情 就是 留意到的 对方的身体 或者是我们自己 留意到的事情 好了 第三样 看法 看法 这是 对 神的看法 对金钱的看法 对西奉神的看法 对照顾孩子的看法 对处理问题的看法 对我们的关系的看法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其实未结婚应该沟通了 对于钱怎么看 对于互相的沟通 怎样看 怎样处理 有问题的时候怎样处理 与神的关系 怎样处理 怎样祷告 怎样信尽神 这个方面 这个看法 然后 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 想要得到什么 或者是想做什么 就是 英文很简单 Want I want 要什么 就是说 你有 两夫妻吵架 然后有第三者 在旁边听到 就说 好了 例如 这个辅导员 两夫妻在 说 对方什么不好 什么不好 女的说 你没有听我的话 你没有与我沟通 男的说 你说话太麻烦了 太啰嗦了 然后 辅导员问一句话 那你想 你的丈夫怎么样呢 那你想 你的气体怎么样啊 或者是 如果丈夫说 那你想 我怎样对你呢 这个气体马上轻松了 你关心我想什么 我就是想你回应我了 就会觉得很舒服了 因为 对方会关心自己想要的东西 需要的东西 这个是 有些小夫妻是这样的 有些气体是这样的 你没有陪我啊 你没有带我去买东西啊 没有带我去公园啊 其实他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你没有去批评 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你带我去走一走 我很开心的啊 但很多妻子觉得很难说出口 我说出口就说 你比我高 我需要你带我去外面去公园走一走 但很多妻子不愿意这样的 就是说 我想 我想你 听我一下 我想你坐下来 与我沟通一下 好不好 这个我想 然后第五 心灵的感受 开心不开心 烦恼 兴奋 失望 失败感 这些感觉 很多人不沟通的 尤其是男性比较困难的 男性很难说 我不开心 我烦恼 很多 很多男性比较困难这方面 因为觉得 我说我不开心 好像我是一个弱者 我曾经受这个 怨慕 就是意愿的慕者的训练的 因为有一段时间 我开始一个失奉 是没有钱的 没有禁忌的 我要供应 这个失奉的需要 我也要供应自己 我就做愿目 我在愿目之前要受训练一年 这一年也有薪水的 这个老是非常好的 有一次 我们这个教导很重要的 就是有一部分是集体的学习 有一部分是小组的 有一部分是老是对我们一对一的沟通 尤其在我们小组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讲出口 你们是不是说讲 说出口 出口 出口 讲了出口之后 一对一对老师的时候 老师问我 当他讲出口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 我知道我们受过训练 感觉不是我觉得它是错的 我觉得它是错的 是思想 我觉得它 因为中文觉得 可以去思想 可以去感觉 觉得它是错 是我的思想 认为它是错 就是思想 请大家明白这一点 思想 男性有些时候愿意讲思想 不愿意讲感受 感受是什么样呢 当时我回答他 我知道不是讲思想 我回答他 我讲我的感觉 我想了想 反思一下 当时有什么感觉 我就说 我觉得当时我是有一些 泛路的 这个老师的反应 非常的令我惊奇 他马上站起来 恭喜你 他说什么呢 东方人 东方的男性 尤其是墓序很难承认 他们有感受的 很难承认 我会有怒气 不开心 有烦恼 很难承认的 通常男性都说 我认为是他错 因为我们受过训练 不是说你认为他错不错 是你自己的反应 他当时就恭喜我 我恭喜你 能够说出你的感受 其实能够说出感受 有什么重要性的 对我很重要很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呢 后来我探访这些病人的时候 有些时候 我觉得沉闷 因为这些病人 反应很 很少反应的 所以跟他沟通很困难的 我觉得有些沉闷 我就留意到 我现在觉得沉闷 我觉得沉闷 神就给我一个意念 你探访病人沉闷 有一天在审判台前 神也会说 你做这个探访 你也觉得沉闷 你也是不忠心 我就说神啊 帮助我 处理这个情绪 处理这个情绪 就是说 觉得沉闷 我就告诉自己 尽量多一些兴奋 投入去探访 好了 我就讲到这个 夫妻的感受 夫妻很难讲出感受 尤其是丈夫 我觉得很伤心 觉得这句话很难说出来 感受 心情的感受 跟思想有什么分别呢 思想是我觉得它是错的 我认为它是错的 感受是 心灵的一种直接的感受 开心不开心 但很多人感受就是 只有两种 开心不开心 不懂得去用言语表达 但其实其他很多感受 委屈 失望 觉得心情很累 觉得烦恼 觉得痛苦 觉得受伤害 这些都是感觉 其实昨天我有说的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hurt 开心 要愁 烦恼 愤怒 惧 惧怕 然后 内疚 害羞 然后受伤害 这些感觉 因为感觉表达这个人内心的状况 所以这个内心的状况 能够说出来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个沟通 讲到 回到这个 刚才说的 这个丈夫 重复话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不可以更多沟通 这几方面 刚才我说的 行动 你做什么 你的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身体感受什么 第三 你认为什么 你的思想 第四 你想要什么 第五 你的内心的感受 有这个沟通 然后就可以这样说了 那 我们每个人都有做错的地方 你觉得在谈论的时候 好不好再提这些过去的做错的地方 好不好 就用探讨的方法 好不好 然后他认同了 非常好 我也留意 你也留意好不好 那上去这个发生的时候 我们尽量用一种平稳的方法 平静的方法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 是以前发生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要回到这个事情 我们只是谈现在的事情好不好 就尽量用平稳 平静的方法 所以你想建立你的婚姻 再一次建立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些约定 有个约定 你可以写下来的 我跟我的妻子丈夫有这个约定 我们比起相爱 接受对方 对方有错处 我也接受 我愿意谣述 我也愿意认错 我们两个都愿意 愿意沟通 说出我们内心的什么感受 愿意谈论事情 愿意处理问题 你觉得你能不能够 我们尽量这样做 我们就更享受婚姻 用这个恩典推动 我们享受婚姻 神就喜悦 我们两个都开心 我们生命就可以发挥 但有些夫妻是不愿意的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心 就是结了婚 或者是信耶稣也没有这个心 你可以一步一步 好不好 我们起码做一样好不好 一样进步 你要做 我们也欣赏 也写撒 我们都欣赏好不好 这个我就回应你了 就是这个很难改变 为什么呢 你当时说不要犯旧账 他就说没有啊 你有啊 就吵架 但最好是一些约定 这些约定 而且写下来就比较容易 大家都提醒对方 但用恩典的方法 我们这样做就很好了 你这样做我就很欣赏你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每个人都说 你打算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